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风起洛阳,播出六天超八万人评分 小演员煞王一博签名 风起洛阳,是最近一段时间热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 黄轩,王一博,宋茜合作主演 作品播出之后的质感真的很高级的 在公开预告的时候 大家就感觉作品的每一帧都有电影质感的效果 作品正式播出之后 片方对于细节的处理也都很好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百里红艺也是一次尝鲜体验 以往王一博并没有尝试过类似的角色 整体的完成度也很好 这部剧已经播出了六天了 目前更新了豆瓣豆瓣的最新评分是7.0 显示有超过八万人参与评分 这样的评分真的很高了 不论是从剧情还是质感来看 这部剧都是值得这样的评分的 剧中几位主演的表现都很好 合作也都很默契 看过这部剧之后 粉丝们更加佩服王一博 娱乐圈中一夜爆红的人有很多 但是真正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艺人却很少 很多艺人凭借一部作品 一个角色走红 但是最后却因为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因为盲目的接戏 最后被贴上烂片的标签 这样的案例其实比比皆是 但是王一博恰恰相反 自从陈情令之后 王一博的热度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到 一瞬间王一博跻身于流量艺人 爆红之后的王一博 并没有拍摄太多的作品 以播剧和带播剧的总数 大概不超过十部 会有很多网友觉得王一博没有失业心 甚至有一些自称是粉丝的网友 也会质疑王一博 但事实上 王一博是有自己的安排的 之前他保证了自己每一部作品的质量 每一个角色的口碑 每一次的热度 王一博为了梦想坚持了很多年 24岁的王一博已经出道7年了 他甚至这条路有多难走 所以他也会温柔对待每一个努力追求梦想的人 风起洛阳中有很多年轻的小演员 他们或许只是在剧中的一个龙套角色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演员就晒出了王一博的签名照 能够看出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开心 王一博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王一博是一个看起来很酷的人 但是王一博总是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温暖别人 王一博不喜欢表达自己 他不会主动告诉别人自己的心意 但是他会用行动表达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 和王一博接触过的朋友 他都会赞不绝口 从之前王一博在 这就是街舞 节目中的表现就能够看出 王一博和所有舞者的关系都很好 而且会主动给大家送礼物 甚至在节目结束之后 王一博和舞者们之间还有联系 王一博的温暖和细腻是一种性格 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 这样的行为是无法通过丽人社实现的 如今 风起洛阳播出之后的整体收视效果很好 虽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毕竟任何作品都做不到 让所有人都满意 期待这部剧之后 能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铁塔 铁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